那么现在我们教大家 如何把这个球发快 这个球为什么我们能够发得快 而很多球迷发的这个球 就是这个速度 你看这个速度不够快 你看大家都发着这种速度来 或者说是这种速度来 这种搓啊 这板球搓也容易高的 我等一下只告诉你们为什么 那我们如果说是 球打在球拍的拍头啊 拍头啊 拍头过去啊 这种球拍头过去啊 你看 你看 痛痛 这个球很多球要吃的 那我再跟你们讲啊 就是这个球为什么能够发得快 我们快的唯一发球 唯一发的快的是手不要张开 手夹在这里 加速前臂 它就是快 由慢到快 你看 慢 加速 这个球会突然的 突然间就加快了 那大部分的球没去发这个球 发快 这样子来发 发的不快的 因为它手出来了 因为手出来就不好自动 不好有快慢的关系 手出来是控制不住的 就像我们去拉一板球 你看我们的动作就一大 哎 晃出去了 你整个人就晃出去了 我们如果说是 用和弦去 它就回来了 它就不会给我们把整个力量释放出去 其实发球跟我们的拉球 跟我们的正手 跟我们的反手 它是同一样的 就是千万不能让我们的手出来太多 控制是去控制的 在这里它是控制住的 你看慢快 来 慢快 这个球的速度 它就像一个子弹一样 它就出去了